请不吝点赞 订阅 李宗盛 2008年 那个时候你还很小耶 对对对 那个时候还在上中学 对 那时候还在上中学 那时候为什么会报名参加这个比赛呢 就爱唱歌 对 因为学了 学 那个时候开始学吉他嘛 然后试着自己写歌 然后那个时候这个比赛是专门for就是学生 然后有创作的 然后我就去参加了 就去参加 想要试试看自己的创作能不能经历这个 评委们的耳朵 结果呢 那时候的心得怎么样 那时候有想过我会拿下总冠军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一去我就后悔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发现只有我一个中学生 其他都是比较有年纪的 其他都是大学生 那你很厉害耶 没有 然后我就过去我就拉着我爸说 哎爸我们可以回家吗 所以我不想不想比了 觉得压力很大是不是 对 然后当时就是看大家都很帅啊 就是他们都是band嘛 然后有背着那种电吉他 然后什么的 然后我拿着一个木吉他就觉得弱弱的 然后我就说不比了我想回家 想不到吧 拿下了总冠军 我还完全没想到 完全没想到 但你又是怎么样开始喜欢音乐 开始弹吉他的呢 其实是爸爸的 他对我的一种引导吧 因为以前其实我喜欢踢足球啊 就是跟音乐好像 完全没有关系 我会听到他车上放那些 放流行音乐 我会跟着一起唱 爸爸都放哪些人 他我很小的时候 他喜欢听像周华健 周华健老师还有张学友 然后我从小就一直唱他们的歌 唱他们的歌 我都那时候连字都还没使的时候 就会唱很多 然后但完全没想过说 会会往唱歌的道路上发展 是 然后呢还拿下了这个 当时真的想不到的总冠军 因为在初中的时候 我爸就跟我说 我家里刚好放了一把吉他 是可能装饰用摆在 那把吉他谁的呢 是我爸的 对 他觉得很帅 就上面都是灰 然后就是放在家里的角落 然后呢 突然有一天我爸就说 你去学一下吉他 我说干嘛 我说我不要学那个 所以其实这算是一个爸爸的梦想 对不对 算是 帮他圆梦了 他年轻时候 他据说他是 他跟我讲他经常出去 弹吉他 然后跟别人玩乐队什么的 但我现在还没听他弹过 然后他就说 你要不要去学一下 我说还好 那时候只想踢球 对 然后他就跟我说 哎你去学 学完之后 你这个在学校里啊 有机会 弹唱一下 你就会很受 很受大家欢迎的 对 我说哎那好吧 然后就去了 爱慕虚荣的一个人 用这个理由打动你 还蛮可爱的 然后我就去去学 然后学完 上了几堂课之后 慢慢的就觉得 真的是如果自己喜欢唱歌 还可以给自己伴奏的话 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 对 整个感觉又不一样了 对不对 没错 好所以现在在收听的 节目的朋友 等一下也可以在我们 HeadFan的官方YouTube频道 看到这集的播出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可以请到曹阳 刚刚讲到2008年的时候 还是中学生 然后就拿下了这个 邀请赛的总冠军 真的是想不到 因为去的都是 年纪可能大你一轮的 也没有到一轮 大你好多岁的 半轮的啦 对不对 对 都已经是大学生的那一种 然后在2016年的时候 你参与了周杰伦的这个电影 不能说的秘密 音乐剧里面 就担任了男主角的角色 没错 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个非常奇妙吧 可以用奇妙来形容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呢 其实说来 话蛮长的 对因为就像刚刚 大家了解的 08年的时候 有拿一个唱歌 比赛的一个 总冠军 对一个冠军 然后其实当时有想过 要不要往歌手的方向去发展 对 对但当时那个年纪 又卡在那个学生学的 对接下来又要往上了 对就是中学考大学的时候 那家里其实对我的学业也是蛮看重的 那这个时候去也是跟很多唱片公司啊 有音乐公司也接触 讨论了一下 讨论过 他们说啊你 那那个时候可能说啊我们可以签约啊 然后你做歌手 那可能学业就会受影响 是 对然后那时候我爸就 爸爸怎么说 担心说哎 好像 呃音乐虽然很喜欢 但是还是不要 不能因为他的梦想 就破坏了你的梦想 就是不要太影响到那个学业 所以他还是说哎 你还是赶紧先把书念 考大学对 把你的那个学业好好的去把它先继继下去 所以你就先完成学业了 对所以我当时就等于说音乐的那个脚步可能稍微 搁 搁 搁浅了一下 搁浅了一下 嗯 嗯 对然后后来呢 就进了大学之后就 因为我后来学的是音乐剧系 嗯 对看起来好像 好像是一个东西 但其实他跟唱歌 是完全不一样的 又有点渐行渐远 表现方式 情绪张力都不太一样 没错没错 嗯 所以等于我大学的时候是在 学习那个音乐剧 嗯 音乐剧 然后又隔了好久 隔了几年 终于发行了个人的首张专举 在2020年的时候 对 嗯 等于说我在学习音乐剧 一直到我毕业之后 参加一些音乐剧的工作 然后直到遇见了 不能说的秘密 这一个音乐剧的作品 然后这样一个由电影改编的作品 它又再一次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对你又开始想要做音乐这件事 对就是它唤醒了我好像 音乐 我的脑海深处的一个 压在箱底的那个梦想 就一直有一个声音跟你说 时间到咯 时间到咯 是不是可以来做音乐咯 就好像说 哎 曹阳你再想一下 你当年是不是想要 有没有什么没有完成的 对 想要玩音乐 想要做歌手的 然后就有 然后就说 是 这有很重二 对 没错 回来吧 做音乐吧 所以那时候那时候已经进解维尔了吗 就是那一次的机遇 对音乐剧的机遇 然后 就进去了 对我最后有幸参演了那个叶向伦 是 扮演了叶向伦 然后就被公司发现了 嗯 所以那时候就跟公司说 我想出专辑 对 就是单纯的想 想唱歌 想做歌手 老板怎么说呢 老板也很支持 也很支持 对 老板点燃了我那个 就是他说 哎 要不要当歌手 然后一听到歌手两个字 我就 整个都回来了 突然放弃了电影 就是 小时候学吉他 还有那些参加 校园比赛的那些 时候的样子 是 然后其实 这张最新的专辑 极光是在去年 2023年年底发新的 跟第一张又隔了 大概三年的时间 对 对 你觉得这两张专辑 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我觉得第一张专辑 因为第一张专辑是 刚从那个舞台剧 音乐剧演员的身份 转变成歌手回来 有一些地方 还在拿捏吗 对 有一些 包括唱法 嗯 有很 也许我很多 其实歌迷朋友都可以发现 我规定情境 第一张的很多唱法 跟这一张不太一样 都不太一样 对 而且有一些是比较 偏向舞台剧的 嗯 那个样子 嗯 对 呃 是很 很投入 然后很有角色感 嗯 对 但可能 对于流行音乐上 有一些唱法 我现在听起来 我觉得 是不是稍微有点重 嗯 对 我自己会一直 会复盘我的 一些录音 去 去找一下 对 然后我觉得第二张极光 我在自己在录音的时候 我会更多的去探索我的 嗓音的一些变化 嗯 就是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音色 嗯 对 以前可能对唱歌的认知 会比较简单 就觉得 啊 每一首歌反正拿过来 我学会了 我就录 嗯 就是比较 选择也比较单 嗯 但现在我 进棚会 会想很多 会想一些 这首歌 我是不是要换一个tone 嗯 换一些不一样的 会更 比较往音乐人的方向前进 对 对 就是很享受 每次摩棚的 那个 在录音棚里 创作的那个过程 嗯 这张专辑叫做极光 你还没有看过极光 没看过 前阵子那个词报 也没看到 前阵子好像到处都看得到 有没有 你有在那个社群看到吗 对我有被刷屏 对 到处都是极光 到处都是极光 我这辈子也还没亲眼看过 很想看到极光 是 就觉得 这大自然真的非常的神奇 嗯 对 但是这张极光 其实主要有在聊一个重点 就是旅人这件事 对不对 嗯 旅人手札 对 嗯 这个是为什么会想要从这样做出发呢 其实 就是要从这张专辑的创作的这个过程开始聊 因为我在整理我的所有的歌 嗯 就是准备要把他们收集起来发发片的时候 然后就觉得哎 这些歌有个 觉得这些歌有个共同点 是 都跟旅行有关系吗 旅行其实是有点美化它了 是 艺术上的一种美化 人生的旅程 呃就是 我这些歌其实没有 我很多年没有旅行了 哈哈哈哈 都是在工作的行程当中 是在工作的行程当中 在飞机上 然后在饭店里 那个心境完全不一样 对 所以 那我就觉得 哎 这些歌既然都是在不同的地方 都是在路途当中创作的 嗯 那我就来把它变成一个 我变成一个旅行者 是 然后来带着大家去 看每个地方不一样的风景 然后就好像每一首歌 你打开来听都是不一样的感觉 是 那我们就先来听咯 专辑的同名单曲 极光 好的 今天的Heat周末 我们请到曹阳 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然后上个礼拜呢 也有在我们的 HITTO流行音乐奖颁奖典礼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 是的 这个表演真的非常的不一样 就是唱了这个 收能详的经典单曲 对 然后也是 是第一次跟伟静 还有艾薇见面吗 是的 我第一次跟他们两位见面 嗯 然后就是都唱得非常好 唱得非常好 其实从在之前彩排的时候 我就有被震撼到 就之前有跟 有看过他们吗 都没有工作上 都没读到过 有听过歌 有听过歌 但是没见过 本人 对 表演很精彩耶 非常的厉害耶 对 感谢感谢 感谢 好这个 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期待 可以跟 呃 这边的歌手合作的呢 又想要特别跟谁合作呢 有一些梦幻名单吗 我想一想 其实想要合作的人 很多 对 什么样的音乐类型呢 嗯 唱歌 如果是 其实我蛮想跟 呃 邓子齐合作 哦 想跟邓子齐 因为我觉得他唱歌特别厉害 他声音蛮特 很有特色 对不对 对对对 好 那今天呢 带来的就是 你这个人第二张 创作专辑 极光 我现在要给他打开了 那个 呃 透过YouTube 在观赏 朋友可以看到 专辑真的很美耶 对 真空包装 这真空包装的 然后我觉得 这边真的很用心耶 后面还有这个 极光两个字 这也是特别设计的 对不对 对对 好 另外呢 除了这个包装之外呢 还有附了一个 旅人手杂 对对对 嗯 就是上面可以 写一些 记录一些心情啊 或者是当一个桥的 笔记本这些都可以 对 好 这个就是真的是一个 旅行的概念 如果常常住饭店的话 就知道会有这个 请勿打扰的牌子 你可以写请勿打扰 然后把它剪下来 对 很可爱耶 然后里面就有一些 好的 好像帅帅的照片 来来来来 一些侧拍 对 然后里面刚才有说 可以记录 那我要来拆这个专辑咯 好 这个专辑呢 刚才有说是你个人的 第二张创作专辑 对 有什么在制作 或是收割的过程中 让你觉得最难忘的呢 最难忘的 就是 我觉得创作的过程吧 嗯 对 就是 在写每一首歌的时候 都有些 很有意思的 时刻 比方说 有一些歌就是在 有一首 慢慢忘记你是谁 我那时候在新加坡 对 就是在新加坡的时候写的 对 我那天是收工之后 我去 去我想去网咖打游戏 然后在 走去的路上写的 你是边 那个副歌 边走路 然后边拿手机出来 对 我就走在路上 然后 突然就哼歌 就是现在大家听到这个 慢慢忘记你是谁 就这句 我在路上哼出来的 然后我就突然拿出手机 就把它借起来了 对 但那时候是有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吗 突然没有 就一个工作完的心情 有时候灵感就是 突然会 就突然来了 旋律跟歌词同时冒出来 嗯 对 那时候也是就是慢慢忘记你 就也是这样就出来了 对 就一起出来了 哦 好 这是在新加坡收工 然后本来想要去玩游戏的时候 是的 对 好 那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这样的专辑 里面真的超美的 打开来呢 有这个刚刚我们有看到的 这个CD盘 CD 对 然后 一样有一个这个歌词本 歌词本 也是很帅 应该这个是歌词 哦 这个是写真 这是写真 哎 这里面真的是一个大礼包 大礼包 对 非常值得纪念 好可爱哦 我先给大家看这本 好 这个写真集 好 这个 如果正在听节目的朋友 欢迎大家 可以呢 等一下收看我们的YouTube 黑带饭的官方频道 里面有非常多 曹阳很帅的照片 然后我觉得这个好可爱 这个就跟大家 距离又更接近了 拍力德 有两张你的拍力德 对 平常私底下很爱吃冰淇淋吗 没有 这个是拍摄 为了拍摄是不是 为了拍摄 超可爱的 这大家收到的都是一样的吗 对 还是会有不同的组合 这个好像还是有 有别的 对 还有别的 还有不一样的 还有不一样的 哦好 随机就对了 好 好 然后刚才有说里面有这个歌词本 好 每一个真的 这设计感真的非常棒 我觉得这个实体专辑非常值得收藏 还有明信片 诶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 你在旅行 你刚才有说虽然都是透过工作嘛 你会寄明信片给自己吗 我好像寄过一次 再也没寄过了 对 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事 对 对 我很久以前会寄给自己跟朋友 然后中间停了一阵子 然后是后来疫情结束之后 开始又旅行 我就觉得 好像可以再开始做这件事了 对 就是当你收到的那个 心情真的还蛮愉悦的 对 就现在可能大家因为手机的关系 太方便了 对 就好像什么都可以用手机聊一下 没有 但是当你 但是明信片 你每天去开信箱的那个期待的心情就是不一样 对 对 对 这个有一个海报 也可以这样直接贴在家 对 这是个小海报 好 对 刚有说了 这个慢慢忘记你是谁 是在新加坡 然后收工的时候写的 然后其实在里面呢 也有一首歌是你写的曲 赶不走的你 赶不走的你 对 然后有这个李沙写的词 这首歌又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这首歌就是 我的曲是很早就写了 对 那时候我在为新专辑写歌做准备嘛 然后就其实手机写了一堆的demo 然后突然有一天李沙他就是发那个朋友圈说 想要创作 他说有没有 谁写了歌可以让我试试看的 他说那个想写的歌词 然后说哎 这不刚好吗 因为我当时手机里有一堆demo 但没歌词 好可爱哦 然后我就 我就 就丢给他 对 就说哎 那个来来写一下 写一下 对 然后他就从几首demo里面挑了这个 他说 我觉得这个有 这个有画面 我说好 那你就拿去写 他就拿去写了 对 所以就就这样搞定了 对 然后我们就迅速的说 哎 大概写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为什么是赶不走的你 讨论了一下 嗯 然后 对 就是赶不走你是他 抛给我的一个概念 嗯 对 好像就是脑海中挥之不去的 某个人 某个人或者是某个 某一个时刻 嗯 我觉得哎 这个还不错 蛮符合这个旋律 好像有一点 小悲伤的感觉 嗯 那我们就往下进行了 结果都很顺利 嗯 对 没有调什么 就简单修改了几次 我应该就一两次 嗯 在这个场阳的创作中 你是先有曲还是先有词 还是没有设定啊 就是随机 嗯 对 当然先有曲 对我来说啦 先有曲的概率 好像会比较大一点 嗯 好 那我们就先来听 你先写好曲的这首 赶不走的你 赶不走的你 有你的记忆 想问你是如何 请依旧把我放低 好 今天真的很开心 透过这个节目 更加认识草阳 从在中学的时候 被爸爸影响 嗯 对不对 从小啦 应该这样讲 然后就拿起了家里 那个陈锋依旧 完全没有人弹过 沾满了灰尘的吉他 是 没错 对 琴弦都是秀的 琴 那应该都去换过了吧 对 就是没有 后来学了几堂课 慢慢自己会 就偷学一下 老师会弹唱的之后 嗯 爸爸就有奖励我 就给我买了新 后来买了新的吉他 哦 就不是在用那个 所以那个又继续放在那 对 那个就继续放回 放回它的原味 就对了 很可爱 然后这一路呢 呃 除了拿下了这个 唱歌比赛的冠军 总冠军 然后也 因缘际会 然后表演了舞台剧 音乐剧 对 却因为加入了这个公司 然后现在又回到歌手的身份 没错 这一路走来真的蛮奇幻的 对 其实也蛮曲折 想不到哦 对 就是 没想到最后 还是可以延续 就是 做自己 喜欢做的事 喜欢的歌手这件事情 对 但而且 呃 我觉得 也要遇到一个 会赏识你的人 对 我觉得这个 老板很重要 真的是我的幸运 对对 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那个 周董跟杰伦说的呢 突然变了 突然 突然害羞了 对突然害羞了 对因为我相信 它也算是你人生中 还蛮重要的一个 对因为 嗯 就是我我人生中看的第一场演唱会 就是他的 对就是他的 在哪里呢 在上海 2003年 在上海 嗯 对那时候我永远都忘不了第一次 演唱会 那时候多大 那时候我 2003年吗 我是六年级 嗯 好小 嗯 我刚才从来没看过演唱会 然后 当时他也是第一 第一次在上海开 然后我就跟我爸说 我一定 一定要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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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 我印象很深 在一个大冬天 他是12月 12号 嗯 开的 然后那天是 周五 嗯 然后我放学就 赶快冲去了 因为上海12月很冷 嗯 就是要穿很厚 羞龙服那种 但我那天就穿很少 穿一件帽衫 就跟他那个 范特希的封面一样 造型一样 对我觉得那样 很帅 就学他的样子 嗯 就穿一个帽衫 就去看演唱会 结果那天 冻得要死 但是 到了现场看的时候 还是很热血 就一点都不能 嗯 整个就热血沸腾了 所以你第一个 演唱会就是看他 一定很喜欢他 他的作品当中 有没有哪一首 是你觉得 神作无法超越 太多了 太多了 那那天 现在回想到 2003年的那个演唱会 他唱哪一首歌 让你印象最深刻啊 当时 东风破吧 哎呦为什么呢 还有应该有上海 1943 嗯 对 为什么这两首歌 这么吸引你 这么难忘 没有具体哪首歌 因为我后来还 还有在看过 嗯 对 所以真的很喜欢他 对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 我就是一定要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画面是 嗯 因为去年也在上海 有演唱会 就是杰伦哥在上海也有演唱会 然后我就 就很荣幸是作为嘉宾 嘉宾在台上演出 然后是跟我2003年看的是同一个场地 哇哦 对 这也太 然后其实 呃没有跟 从来没有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 在演出 第一场演出前的彩排 我在那个 因为我要从升降上去 是 然后就在那个升降底下 我就 掉眼泪 因为真的 对 回想到2003 那年的你 因为 是在台下看这个演出的 因为我记得在上海站是 应该是有个特别版的VCR 嗯 就是 音乐好像是上海1943 我记得那天彩排 然后就在台下准备 其实彩排过很多次嘛 嗯 对 但那天就在台下 呃 等着上去 就等那个升降 然后 突然就控制不住 嗯 掉眼泪 所以上台的时候还是流泪的吗 上台就好了 好了 因为也要测声 调试声音那些 要测儿凡那些 嗯 那时候想的是什么 就是想的就是我看那个VCR 就想到自己 二十年前 而且而且刚好是二十年 就二十年前的自己是 跟爸爸 一起来 就是在底下挥舞着荧光棒 然后看自己的偶像 嗯 然后二十年后 就是站在 就跟你的偶像一起表演 对关键是还是在同一片场馆 同一个场地 哇 就觉得太梦幻了 这真的好有意义哦 对 你有跟爸爸分享这件事吗 有 有 爸爸记得吗 爸爸也都觉得 他很替我开心 嗯 我相信这一路走来 爸爸的支持 家人的支持很重要 对 对 这个 一路应该很多想要谢谢爸爸吧 也很想要谢谢爸爸的吧 是就 嗯 如果不是他那时候叫你不要我踢球 他一直 没有他一直 其实他一直很坚持 嗯 嗯 他一直觉得我 就是要走音乐 音乐的路是正确的 哪怕在我有些时候 挫折的时候 挫折或者是有一些灰心的时候 他都一直很乐观 他说哎 你这个我一直唱歌 好听的 对你唱 他一直就会鼓励我 然后他就会说哎 没关系 就是 从来没有说 好像说 好像不行哦 然后你要不要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或者是你要不要试试别的 嗯 事业 或者 他就跟你说 没有你就是要唱歌 从来没有 他就跟我说一定可以 好棒哦 这个爸爸真的了不起 他比我还要坚定 嗯 好 那我们今天要来推荐一首歌 不如就来 上海1943 可以 对不对 对 那你会哭吗 不会 哈哈哈哈 不会了啦 这情境不一样啦 好 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咯 哇 刚听到这个草阳奖 呃 在 当演唱会嘉宾的时候 在台下准备的那个瞬间 升降舞台 那个内心戏真的 这一段老板也不知道 好澎湃哦 老板也不知道哦 哎 记得回去跟老板讲一下好不好 这个 这个我们应该要发一个稿了吧 这个很感人呃 就当 真的当年 二十年 你是坐在台前 然后看着这场演出 然后二十年后 你在这个舞台上 然后唱着这首歌 那时候 也是设定好吃这首歌 没有 没有 当时 我看的时候都还没有不能说秘密这首歌 嗯 对 对 但是就 就真的 还还蛮不错的 齁 好 然后 那我很好奇 就是当你 把这张专辑极光完成的时候 要交给老板 你有亲自 交给他吗 有 我有把 是你说面对面吗 对面对面 就像刚刚拿专辑给我一样吗 对就是 当然要紧张一下 我们演一下嘛 假装我现在是你老板 是怎麽样的 是怎麽样的 就是 也是在一个 演出 嗯 演出前 嗯 然后 也不太敢 打扰他 是杰伦哥的表演吗 杰伦哥这个是我的新专辑 好可爱哦 超可爱的 然后就 流走了 就逃走了 对 就送给他了 那后来有 跟你做什麽回应 我还 没有 没有 机会问 还没机会问哦 因为他也好忙哦 对不对 没错 嗯 好 但是加入这个大家组 真的非常的开心 对 很开心 对 虽然这张专辑让我们等了有点久 等了三年的时间 是啊 对 希望接下来的音乐作品 不会再等那么久 应该中间也都还持续 一直累积了很多的创作吧 对 嗯 好那 刚刚有问到 就这个整张专辑在整个制作的过程中 最困难的是什麽呢 最困难的 卡关的 有卡关的 在这一张极光里面 比较让我 头疼的是一些歌的诠释方式 对 因为他的音乐风格还蛮多的 对不对 像 谁想跟你当好朋友 我就 尝试着要 呃 唱歌 换一个tone 嗯 就是跟以往情歌的样子不太一样 还有像希望之光 嗯 希望之光是我写的歌词嘛 嗯 然后 中间有一段rap 对 是比较暴力的那种rap 那是你第一次尝试这样的表演方式吗 也不 对 哦是吗 因为我以前有听过 但我 我没想过自己唱 后来我 进录音室录两道之后我就哑了 然后录音室说 啊就可能今天录不了 因为唱歌的方式不一样嘛 其实那段rap就是很愤怒 嗯 对 可能情绪比较高 有 然后跟我以往唱慢歌的嗓子 好像那种发声的方式 不太一样 一下子抓不到 嗯 对 就这张专辑有很多歌 其实是在挑战我的一个 唱歌的一个变化 就是可变度 嗯 对 嗯 好 然后刚刚也很可爱就说 是在那个老板 扮演唱会的时候 表演前 赶快把专辑送给他 对 好啦 那个极光刚有开箱给大家看了 好 那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 也非常欢迎 等一下可以到我们YouTube的官方频道 就可以看到今天曹阳的节目 那以及呢 这次带来极光哦 呃 我们一直在强调它是一个有点像是旅人手杂的概念 就是从你每一个旅行的过程虽然即使是工作 但是也去过了很多地方了 嗯 对 有没有哪些事让你也比较记忆点身的呢 有有像去去到那个 古尔浩特的那个草原 哇 对 然后还有就是那边旁边还有沙漠也去看过 那个景观真的是很震撼壮丽 然后还有像去年也有 呃不是去年 今年也有去过 呃英国 嗯 法国 嗯 对 然后英 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吗 对没错 好棒哦 然后英国就有去看我 因为我喜欢踢足球嘛 嗯 就是现场去看那个 有去看是 足球赛哦 英超的比赛 然后就很开心 对 好过瘾超过瘾的 那最后当然还是要来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 你这张作品了 极光 嗯 好 所有heatfm的听众朋友们 这一次呢 我带来了我的新专辑 极光 那张专辑里面总共有七首歌 呃 很多都是 大部分都是我有参与创作的 然后也尝试了很多曲风 呃 有很多是我私底下平常爱听的歌 对 这一次都拿出来 变成我自己来演绎 嗯 所以可以希望让大家更 更多不同角度的来 走进我的音乐世界 是 在极光里面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谁想跟你当好朋友 真的吗 对 这首歌是在讲什么呢 它比较轻快点比较快版的 对 这首歌其实是我想要带给我的歌迷朋友们一个全新的我 嗯 就是我也有去专门去练了唱跳的 为了这首歌 对 嗯 然后因为我觉得 想要让大家接触我的音乐是可以看到一个很多元的 嗯 一个感觉 嗯 但这首歌的意思又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它是反的 对啊 谁想跟你当好朋友啊 对 歌名是这样说 但其实的深层的意思就是我不只想跟你当好朋友啊 想要做的是另外一种关系 想要对 进一步 进一步交往之类的是不是 好可爱的一首歌 那我想呃 在礼拜六的下我们真的非常适合听这首歌 最后就来 好 听一下 谁想跟你当好朋友 那我们也要谢谢曹阳 谢谢 拜拜 好 拜拜